这个人上半辈子 因喜欢跟朋友走出晚归 妻子生气之下 带着女儿离开了婆婆家 一走就是几十年 这件事 成了我这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遗憾 如果可以话 我上官无忌愿意 以全部身家换人生重来一次 上官无忌话音刚落 晴空万里的天前 突然出现一道黑色闪电 随后一对银河宇宙中 才有的时光碎片 凭空出现 还悬浮在半空中 上官无忌被这巨大的吸力吸了进去 助理秘书跟保镖们都压马呆住了 去帮董事长 因此上官无忌 因为刚刚的誓言重生来到巴黎一代 一趟弥谷遗憾誓言的时空之旅 这时上官无忌 与巴黎年的无忌意识 跟精力相互交替 随后时光隧道慢慢消失 这时耳边传来了清脆 可乃可甜的声音 上官无忌 赶紧起来吃午饭 我猛然惊醒 双眼环顾 发现自己不在公司阳台上 而是在一间老旧的房中 墙上还挂着日历 写着1980年7月15日 我的瞳孔冷难放大 这不是我数十年前的家吗 难道我重生了 我简直难以置信 我默默看着面前的女人 二十出头的模样 面带憔悴 脸上还有些淤青 但却长得非常好看 女人旁边站着一个小女孩 八岁左右 是我女儿上官晚 而女人正是我老婆男公指弱 重生了 真的重生了 终于回到了老婆 离开家里的那个时候 太好了 终于可以弥补 当年留下的遗憾了 我静静看着面前两人 我心里非常激动 可男公指弱脸上只有厌务 还有些疲倦 婉儿看着我的眼神也透着恐惧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了 因为这时的自己不仅喜欢饮酒 还喜欢动手跟老婆吵架 想到这些 我泪流满面 老婆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我站起来想抱住男公指弱 可她却把我推开 脸上全是对我的厌务 我深深叹了口气 这么好的媳妇 我居然不懂得珍惜 我太过分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抓紧她的手 永不放开 可男公指弱好像误会了我的意思 上官无忌 吵人吧 婉儿在边上你就想 还说自己错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她以为我又想了 因为前世的我完全不顾她的意愿 吵着吵着就动手 也是今天吃午饭时 她往汤里下了很多猫粮 才让我成为一辈子遗憾的 我赶忙跟妻子男公指弱解释 媳妇你误会我了 好几十年过去了 我真的太想你了 能再次见到你 我很高兴 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辜负你 男公指弱有点发忙 愣在那里好久 婉儿也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什么 什么几十年了太想你了 还不会辜负你 搞得她从几十年后重生回来似的 看着面前的男人 她很不敢相信 结婚五年 对她不是动手就是骂的 从未扛起一个做丈夫的责任 一旁的婉儿悄悄看了我一眼 对男公指弱说道 妈妈 她的脑袋是不是被蠢于轻轻了 今天说的话怪怪的 不像以前的爸爸 感觉换了一个人人 女儿也不相信我会说出这种话 也是 上官无忌 以前确实太让他们母女心寒了 爸爸没有被蠢于轻 爸爸是改过自新了 以后一定让你和妈妈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给你买漂亮的衣服 买玩具 买好吃的 以前是爸爸对不起你们 爸爸跟你们道歉 婉儿愣了愣 她非常惊讶 不敢相信眼前的父爱与道歉 来得太突然一时接受不了 我只能慢慢安抚他们 我怕今天中午的遗憾重演 植若 请你相信我 以后我会让你过上父太太的生活 我向你的保证 我今后我会努力为你改变 证明给你看的 植若 男公子 若好像渐渐的相信我说的话了 上官无忌 你要走这样不就好了 早点心疼 我们母女日子过得也舒坦不少 爸爸 妈妈已经原谅你了 我们赶紧吃饭饭吧 婉儿肚子好饿哦 爸爸 走 吃饭饭 妈妈做了玉米排骨骨哦 很甜甜的 谢谢 恭喜宿主 重生回到1980年 觉醒全能奶爸系统 上官无忌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男公子若留下来 让上官晚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 上官无忌整理好思绪 跟老婆女儿朝着厨房里走了过去 这会儿刚好饭点了 厨房传来阵阵的排骨肉香味 上官无忌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这样温馨的画面了 幸福的一家三口快快乐乐的坐在一起吃饭 几十年了 都没有享受过这么温馨的画面了 上官无忌话音刚落就默默的流下眼泪 而一旁的妻子跟女儿并未发现 婉儿来吃排骨骨 婉儿看着面前的排骨口水哗啦啦的 毕竟是在八十年代 买得起肉类的没几家 何况是在农村 妈妈 好香啊 排骨骨妈妈先吃 然后再爸爸吃 咦 妈妈妈妈 爸爸被蠢驴心哭哭了 不对 不对宾 是妈妈做的排骨骨太甜了 把你爸爸甜哭了 说实话南公纸若熬的排骨骨确实很甜 因为他放了很多糖 不知道他是故意放的 还是故意放的 婉儿虽然只有八岁 但初期的懂事也很幽默 说话也喜欢蝶子 夫妻俩都觉得可爱 午饭过后 上官无忌从屋里走了出来 看见婉儿一个人蹲在院子里玩 妻子在洗衣服 上官无忌笑眯眯地准备走过去 上官无忌想了想这三年发生过的事情 忍不住苦笑 南公纸若以前明明不喜欢自己 可为什么还要嫁给我呢 算了 过去的是不想了 这下自己重生回来了 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母女俩 快乐地过每一天 上官无忌准备走过去 跟妻子秀恩爱事 脑海里嗡的一声 传来一个声音 冰 恭喜宿主重回1980年 觉醒全能奶爸系统 大礼包已经下发 请宿主注意查收 奖励神机厨艺 获得空间一个 零甜一快 零泉一眼 上官无忌压麻呆住了 颤颤巍微微地开口道 什么 系 系统 这不是神豪十三先生才有的吗 上辈子上官无忌一个人上班闲来无事 也没少刷视频 他知道系统这东西 但他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自己重生了也有了系统 自己拥有系统 那不是我也能成为神豪无忌先生了 在这80年代 往后的生活 那不就飞起了 上官无忌结结巴巴地问系统 系统 怎么 怎么查收啊 宿主只需动用脑海意念 即可进入空间之内 零甜零泉住在空间里 随时可以查看 那 那我的神奇处义呢 既然是系统送的 上官无忌他都想要 毕竟系统里的好东西 可是可悦而不可求的 宿主放心 一样都不会少 系统一股热流传入上官无忌的脑海中 成千上百种的菜谱 煎炒烹炸 各式各样的做法都有 片刻后 上官无忌晃了晃脑袋 像是一切都了然于心 丁 系统提示 传输进度100% 传输已完成 系统提示 系统正在升级中 请等待 进度调百分百 系统升级成功 系统新任务 前往自家池塘 加一斤小龙虾 任务完成 奖励宿主十三香调料一包 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 上官无忌低着头走了过去 对妻子南宫直落说道 直落我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 上官无忌话说完 拎起门口的水桶 临走又拿了门口 放着的胖夹子 夹子是用来夹煤的 所以有点黑漆漆的 他把夹子往桶里一放 准备走出院子 晚而小奶团抱着大黄 扭头瞧见上官无忌要出门 哇的一声哭起来 丢掉手里的大黄 抱着南宫直落的腿 小脸上的表情焦急得不得了 妈妈 爸爸又走 又走了 他现在年龄还太小了 表达不出最准确的意思 可是南宫直落知道 纸若也没说什么 只能哀声叹气 他心里知道这样的大人 在与不在 有何区别 这时上官无忌走出了院子 还顺手关上了大门 原因就是犹如夏天荷花 出于尼尔不染妻子 南宫直落长得太漂亮 上官无忌走在 八零年的秋天相间小路上 他准备完成任务 去加些小龙虾 这时的农村人 都不知道小龙虾 在未来的销量是港港的 所以现在没人养 也没人吃 南宫直落他轻声细语地 哄着小奶团 娃儿乖 爸爸不会走的 娃儿不要怕 爸爸是去给娃儿 找好吃的去了 说完又忍着心酸 笑眯眯地去看怀里的小奶团 娃儿乖 走跟妈妈去看看 粥好了没有 顺着记忆 上官无忌走到了自家池塘 当下拿出水桶里的夹子 丢丢丢地往桶里夹 这时他看到一只小龙虾 骑着另外一只 他不明白为什么 可以回去了 桶里夹了差不多有两斤了吧 他准备夹最后一只的时候 突然冒出一条水蛇 上官无忌吓得一哆嗦 随后水蛇开口道 小子赶紧走 这片池塘我可是扛八字 再不找我小女儿 上官无忌拎起水 边跑边喊 水蛇会说话 水蛇开口说 广西话了 跑着跑着 一个清脆的响声袭来 宿主任务完成 奖励十三箱一包 奖励以下发 请注意查收 这时上官无忌回到院子里喊道 植肉丸 爸爸回来了 还嫁了很多小龙虾 你们快出来看看 哇 兵 系统提示 给男公纸若与上官玩 做一顿蒜蓉味麻辣小龙虾 奖励时光倒流一小时 请宿主尽快去完成任务 什么 时光倒流一小时 这有什么用啊 哎 算了 居然是系统奖励的 那肯定有原因的 说不定 以后哪一集 可能就要用上 这时上官无忌走到餐桌旁 看到清汤寡水的粥 心里很不适的滋味 都怪以前自己没本事 让他们母女二人受苦了 男公纸若跟女儿上官玩也走了过来 对上官无忌说 无忌 这粥还热着 快趁热把粥喝了吧 我跟玩已经喝过了 男公纸若话说完 上官无忌眼泪就出来了 上官无忌现在心里很心酸 说不出来的心酸 这时女儿开口道 爸爸听妈妈的 快点喝粥粥 不然凉了 可就不好喝了 妈妈熬的粥粥 很甜甜的 这清粥很甜的 不用问了 男公纸若又放了糖 因为现在家里贫困 婉儿还在健康成长 需要大量营养补给 这时候的年代 糖就是最好的营养补给 纸若 那粥先别吃了 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 婉儿听见爸爸说要做饭 开心得不得了 脸上的小表情阳光灿烂 可爱极了 虾仁 婉儿要吃虾仁仁 吃虾仁仁 她以前吃过小龙虾 但现在很久没吃了 小姑娘开心得很 这时上官无忌来到厨房 开始做蒜蓉小龙虾了 婉儿拿着小龙虾 跟大黄玩得不亦乐乎 下一秒大黄的耳朵 被小龙虾咬住了 疼得直骂 心里一万个 男公纸若也笑得合不拢嘴 猜得不错 小龙虾是婉儿 故意放上去夹住大黄耳朵的 上官无忌 趁纸若还在笑的时候 从系统空间取出香料 这个香料对现在来说很珍贵 因为这个时间段还没有这样香料 那都是多少年后的事了 对了 既然要做蒜蓉味 那就得有大蒜啊 得去新增香 上官无忌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大蒜 他看了看男公趾若 随后开口 那个 趾若媳妇 咱家里还有大蒜吗 男公趾若似乎完全没想到 上官无忌居然会为了他们去夹小龙虾 他看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上官无忌 张了张嘴 半嗓才开口 有的 我去拿 听见有 上官无忌就放心了 当下就烧火做饭 这时脂若拿来了大蒜 万事俱备 只欠烹炒 猪油搞里头 葱 姜 蒜 和料酒都一起搞里头 小龙虾也搞里头 整整齐齐全下了锅 一会儿香味就弥漫了厨房 甚至都弥漫到隔壁邻居那了 老两口很不情愿的出门查看 他们家在做什么呀 还怪挺香的呢 谁知道呢 说不定又是男公脂若在哪里借来的肉 凭上官无忌那人哪有本事买肉吃啊 这么好 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就嫁给了他呢 你管人家做什么 嫁都嫁了 过好咱家的生活就行了 别瞎操心 上官无忌为人怎么样 全村人都知道的 大家都不看好他这个人 突然就吃错这么美味的食物 肯定都会像猫样好奇 对对对 此水落下时 未经过地上的泥土 而且这林全时间是静止的 所以根本不会变质 喝了此水能净化宿主心灵 以后碰到任何事都能拥有智慧与沉着和冷静 小龙虾烹热好了 小奶团吃得可开心了 可地上的大黄 他的耳朵还是被小龙虾夹着 哎 现在正是小奶团的调皮阶段 再成长两年就好了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时光倒流以下发 请注意查收 等一下 这奖励我怎么用啊 等宿主奶一级需要时 随时可以在脑海零食中取出 哦 晚饭过后 我爸妈也过来看碗了 我们一家子在沙发上牢牢叨叨 寒暄一阵后 由于天色太稳 爸妈也回家了 这时碗跑过来跟我说 爸爸晚上不要一个人睡沙发了 爸爸妈妈还有碗 今晚我们三人一起睡睡哦 这时我尴尬的看了看南公子路 他对我说 无忌 今晚不要睡沙发了 我高兴得不得了 马上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一晃就到了第二天清晨 传来阵阵娘叫声 清脆入耳 突然发现碗不见了 我们夫妻俩着急不得了 到处寻找 张叔 王沈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家碗 没有啊 怎么 大清早的碗不见了吗 对 我们夫妻俩早上起来 就发现碗不见了 这样吧 我们召集全村人 一起找找看 人多力量大 好的 谢谢张叔 傻丫头 这有什么好些的 不说了赶紧走吧 此时张叔通知了村之书 村之书带着全村人 陆陆续续在寻找碗 寻找三个小时后 发现碗抱着大黄 在菜地里跟兔子碗 这时我夫妻俩走了过去 直弱媳妇 咱家养兔子吗 没有啊 这哪来的兔子啊 不管哪来的 我们先回家吧 好的 你跟我儿先走 我把兔子抱上 这时系统声再次袭来 宿主 可以把兔子养殖在灵田中 可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系统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 灵田中养一天 等于外面养七天 什么 那不就是说 灵田里成熟的更快 是的 宿主 那 那地上蔬菜子呢 也能种吗 可以 不过要宿主进入灵田内 亲自种下 那我进去再出来 会不会耽误回家吃饭 宿主放心 进出之间 现实生活只过去三秒 不会耽误宿主回家吃饭 哦 这样啊 那太好了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请问宿主是否进入灵田内 进入灵田 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这景色也太美了吧 哦 对了系统 我的灵泉呢 宿主用意念 即可切换进入 灵泉 进入 这时上官无忌来到灵泉旁 系统这泉水跟我家的井水 没什么不一样啊 宿主你个土鳖 此水来自天际 不是井水能够比你的 我土 你问问 谁家的井水不是来自天际啊 此水落下时 会经过地上的泥土 而且这灵泉时间是静止的 所以根本不会变质 喝了此水 能净化宿主心灵 以后碰到任何事 都能拥有智慧与沉着和冷静 如果浇在灵田 种植的种子上 等成熟后 能发生逆天的新鲜口感 蓝公子若跟女儿走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张叔王沈他们 张叔王沈 我儿找到了 谢谢你们帮忙找 谢什么 都是邻里邻居的 找到就好了 我要先带我儿回去 还麻烦你们通知一下村长他们 好的 我这就去跟他们说 子若 昨天你家做什么呀 怪挺香的 是不是你又去摄肉了 没有 是无忌去池塘里 家里一些小龙虾 什么 这个上官无忌怎么给你做这个吃啊 这有什么 王沈 还别说 还挺好吃的呢 这小龙虾农村家家户户都没人吃 都直到脏 难清洗 他还做这个给你们吃 子若呀 考虑一下 要不然别跟他过了 我给你重新介绍一个大户人家 你怎么这么问人家 你管人家生活怎么过 那是人家的事 无忌这孩子 我觉得还不错 将来肯定有作为 你就别瞎操心了 王沈 我只想跟他过 再说无忌现在已经变好了不少 子若 你再考虑考虑 我介绍我堂弟给你 他是大老板 还在县里买了房 还买四轮小轿车 你跟着他肯定能过个好日子 别说了 没完没了你 子若 你王沈这人就这样 你别往心里去呀 王沈 我相信 无忌以后能给我一个好生活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不会离开他的 你别再说了 伤光无忌 我竟然受这般委屈 我这般待你 你日后一定要好好地活出个人样 来给他们看看 你上官无忌不会比任何人差 这时上官无忌打了分体 谁想我了 算了 赶紧把种子种下 赶紧回去给他们母女做饭了 这时上官无忌催促大白兔干活 大白在外里点 种出蔬菜 我要去县里换米盐 上官无忌想想能种出不一样的蔬菜来 就高兴地合不拢嘴 种子种下后 上官无忌退出了灵田空间 走在回家的路上 边走边自言自语的 等蔬菜成熟后 拿到县里去换点钱 给家里添点东西 也顺便给纸若母女俩买点东西 这时上官无忌回到家里 看到沙发上流着眼泪的男公纸若 纸若 你别哭了 婉儿不是找到了吗 以后我们俩把他看眼点 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上官无忌 不伤心 流泪 不是因为婉儿这件事 而是 而是什么 纸若 而是什么呀 纸若 我俩是夫妻 有什么事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爸爸 妈妈跟我回来时遇到了王沈他们 王沈跟妈妈说 要给妈妈找个大户人家 说跟着爸爸没前途 什么 他怎么能这么说 我这就找他们理论区 等我回来纸若 算了无忌 谁能背后不说人 谁的背后无人说 不要那么在意 你以后好好努力 给我们母女俩带来好日子 不要再跟县城里那些朋友有来往了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好吧纸若 不会努力的 我去给你们做饭 纸若 我给你拿来的毛巾 上官无忌 你 你先出去 好 纸若 需要加热水 跟我说 好白 上官无忌这会儿 觉得心里毛毛躁躁 说不出来的感受 木桶不大 一米来高 还好级偏然刚才是坐着的 不然就真的被看透了 无忌谢谢你 今天对婉儿的好 嗨 他还想说的是 还帮自己拿毛巾到洗澡水 话到嘴边 又觉得太过于暧昧 上官无忌明白他的意思 只是这句真心实意的谢谢 像是无声控诉着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这样反倒令他有些不安 不用跟我说谢谢 以后我会对婉儿和你更好的 给我点时间好吗 我不会让你们再受委屈的 文言 南宫只若毛子一阵 他这是对自己和婉儿的承诺吗 哎 算了 希望他不要像以前一样就好了 第二天一早 上官无忌醒来的时候 旁边的婉儿睡得正香 奶团子歪着脑袋 不知道梦到了什么 粉嘟嘟的嘴角还带着亮晶晶的口水 可爱极了 上官无忌生怕吵醒孩子 悄悄地爬了起来 捏手捏脚地出了屋子 来到厨房后 上官无忌打算做些吃的 只是看着空荡荡的厨房 即可又陷入了窘境 不知道做什么吃的 哎 上官无忌愣了愣 随着脑子一动 想起了空间里的青菜 也不知道现在长成了什么样子 想着 他默念一声 灵田 进入 羞的一声来到灵田空间 令他惊喜的是 昨天才剥下种子 今天已经完全张开了 拳头大小的青花菜 而且大小是市面上的两倍 一大片绿油油的 新鲜的井 上官无忌当下就挖了一颗青菜 从空间里出来 锅里还留着昨天脂若熬的米粥 把米粥热上 再把青菜炒一炒 放里头 绝对好吃 这时瓦儿听见厨房有动静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就朝着厨房走了过来 瓦儿 饿没有 爸爸给你做吃的 听见有吃的 瓦儿立马俩眼放光 满脸渴望的看着父亲 随后迅速点了点头 肚子饿 瓦儿肚子饿 想吃爸爸做的饭 自从吃了上官无忌的做的饭 小妮子就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那就是爸爸做的饭 天下第一好吃 他现在好喜欢吃爸爸做的饭 上官无忌看着奶团子小馋猫模样 简直哭笑不得 瓦儿看见盆子里掰好的青菜 嫩绿的根筋 看起来水分饱满 他顿时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奶团子抿了抿嘴角 下一秒就抓了一片青菜出来 毫不犹豫地塞进了自己的腿巴里 这可把上官无忌吓坏了 他急忙伸手去拿 可惜拿出来的时候 小妮子已经咬了一口下去了 他仔细嚼了嚼 下一秒 一双乌黑的眼睛泛起了亮光 爸爸好甜 好吃 婉儿还要吃吃 上官无忌听见女儿说很甜 也放在嘴巴里咬了一口 果然明天里种出来的青菜 口感真是好到爆 这根筋嫩得不得了 一口下去香甜软糯 味道清甜可口 和原来吃过的蔬菜 完全就是两个味道 目前还没有人能种植味道的青菜 如果这些蔬菜 拿出去县城卖的话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想着上官无忌的嘴角 露出一丝笑容 他把洗干净的青菜 全部盛了出来 放进锅里 煮了片刻确认熟了之后 立刻捞了出来 跟着放了些酱油 和少许香醋 再撒上一小撮盐 加了一点点芝麻油 普普通通的青花菜 香味立刻就溢了出来 婉儿馋得不行 当下就用小手指着 妈妈 好香 爸爸炒的菜好香香 植若 吃完早饭 我想带着婉儿去趟县里 系统升级成功 请问宿主 可是为这俩箱蔬菜烦恼 听上官无忌要带碗去县城 男公子若眼里 瞬间闪过一丝警惕 什么 你要带他去城里 男公子若知道 早些年不少人 因为生活困难生了碗后 都是去城里 送给大户人家领养 上官无忌 他难道想要浇碗 不行 我绝对不能同意 不能怪男公子若不相信他 因为他以前做过 还好当时公公婆婆知道后 骑着大水牛过来 拼命拦下了上官无忌 才避免这场遗憾 难道上官无忌这次还小吗 当然不是 他只是想把灵田里的菜 去县里 卖了换点钱补贴家用 男公子若误会他了 不行 上官无忌 我男公子若不同意 上官无忌 没想到他的反应这么强烈 愣了一下 下一秒慌忙解释着 我只是想着你要去工作 带着孩子可能不方便 正好我今天准备去城里找找看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 顺便想着 带孩子去玩玩见见世面 只是这样而已 你不要紧张 当然了 上官无忌总不能说 有个重生系统 里面有灵田和灵泉吧 那不把男公子若吓得哑巴呆住 如果你不放心 那婉儿你带走好了 相信我 我没有恶意 他眼神真诚的不带一丝杂志 没有半点说谎的样子 男公子若抿了抿年红的嘴唇 一双漂亮的信念里 写满了迷茫 婉儿到底是小孩子 听到爸爸说 要带自己去城里玩 当下开心的不得了 妈妈 婉儿想跟爸爸去县城 婉儿乖 让爸爸下次再带你去好不好 男公子若话说完 上官无忌转身回到屋子里 去收拾东西 男公只若看着他的背影 一种说不出的情绪 这时上官无忌 从自家仓库拿上扁单跟箩筐 随后走进了卧室 进入空间 摘了俩箩蔬菜 挑着俩箩蔬菜出去 怎么跟他们母女解释呢 对了 系统 出来一下 系统升级中 请等待 系统升级成功 请问宿主可是为这俩箩蔬菜烦恼 哇 系统你好飘飘 好亮亮哦 如宿主对本宫有那想法 我随时可以取消对你的绑定 不敢 绝对不敢 以后也不会有 对了 你真名叫什么呀 回宿主 暂时无可奉告 请宿主赶紧处理正事 好吧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宿主有两个选择 第一 出去跟男公子若和婉儿坦白 第二 我可以帮你激活任意门 如果坦白的话 我怕子若一时接受不了 哎 系统 刚刚你说什么 任意门 什么是任意门 就是一扇门 方圆千里之内 随时可以传送任何物品 那 那不就是动画片多安猫的任意门吗 是的 宿主 系统姐姐牛白啊 那这菜已经摘了怎么办 我记得跟你说过 灵犬里的时间是静止的 把蔬菜放在灵犬旁 等宿主到了县城 再从任意门拿出即可 哦 这时上官无忌准备去县城了 走到院子后 看到了男公子若跟婉儿 男公子若看见上官无忌出来后 脸上闪过一些不自然 半嗓才开口 无忌 那个 婉儿对我吵着嚷着 还是想和你一起去县城见见世面 男公子若说完 从荷包里拿出了十块钱 递给了上官无忌 给 无忌 这是十块钱 省着点花吧 男公子若没有说的是 这是家里仅剩最后的钱 上官无忌也不傻 他都知道 这个小不包是鸡翩然架过来 就一直用着的 他所有钱都在里面 上辈子 自己输完后 当时就是从这个钱袋里拿的钱 说实话 上官无忌现在不想拿 因为这是男公子若 对他的最后一丝信任 可是不拿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要进城就要坐车 车票就是个问题 上官无忌他倒是没有关系 他可以使用任意门 方圆千里之内都可以瞬间到达 可是现在带着腕 虽说带上腕也可以使用任意门 可腕年纪小 上官无忌怕吓到他 这时上官无忌很不情愿地伸出手 心情复杂地将钱接了过来 老婆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会赠回来的 你相信我 我可以的 男公子若不自然地笑了笑 钱不多 省着点花 他这有点嘲讽上官无忌 十块钱对于现在年代来说 可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开销 但对上官无忌来说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说实话 他压根就没指望上官无忌能挣钱回来 只是祈祷着他别乱花就好 这时腕儿开心地抓着爸爸的手 抬起头笑眯眯地看着他 爸爸 出发 出发了 时候不早了 奶团子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去城里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 上官无忌抱着腕儿走出了院子 走了腕儿 出发了 说完 上官无忌回头看了看男公子若 男公子若也深情地看着他 眼里充满了期待 无忌 腕儿 路上注意安全 这时上官无忌带着腕儿 走在农村的乡间小路上 周围都是奇花异草 空气无比清新 还是80年代的农村空气好 上官无忌看到一辆拖拉机 跟蜗牛一样在眼前慢慢爬着 上官无忌走上前定睛一看 拖拉机上的人他认识 村长 你这是去哪里啊 无忌啊 我去车站接丈母娘 你们这是去哪啊 我们去趟县城 去哪里逛逛 你不会又去县里找你那些朋友完牌吧 我说你怎么就改不了呢 好歹家里的旺财揍俩顿 他都知道回头 你怎么连旺财都不如呢 不是的村长 我们就是单纯的去县里逛逛 没有其他的 更没有想过去找朋友完牌 我希望你真是这样讲的 村长书公 我爸爸变好了 变好了 不会去了 网儿啊 书公相信你说的话 无忌啊 你生了这么乖的闺女 你就偷着乐吧 好了 不说了 上车吧 我带你们去车站坐车 这时上官无忌坐着村长的蜗牛拖拉机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村长 能给车提提速吗 急什么 安全第一 不是村长 这也太安全了吧 哈喽 村长 早上好了 哈喽 哈喽